自从大家提出这个路党申请以后 党组织就开始特别的关心大家 那么期待大家能够不断的取得进步 现在呢路党还是一个有一点难度的事情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是呢我觉得这反而是个好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路党它只是一个目标 它不是目的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追求进步 实现进步 不断进步 创造更好的人生价值 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说我们在座的这么多同志 我们人生路很长 对不对 我们不断进步 不断进步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件好事 那么我今天的交流内容呢 是五个词 十个字 这五个词是追求 自律 学习 改变 平安 第一个我先说到追求 要么不做 做就要做好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我们的人生需要精彩 精彩一定是通过追求来实现的 比如 我们争取 在指称上 方面交流过 有个提高 我们掌握一门手艺 我们多学一点知识 我们提高能力 多帮助社会 多帮助他人 我们让自己更完美 在正确的方向之下 给自己确定一个又一个新的目标 就会一直激励和鞭撤我们自己 有一句话 大家记在本日上 只有六个字 要就给 敲就开 所以你敲门呢 一敲 门就开了 你不敲门 门是不能开的 你射手就要 就会得到 不要 就得不到 那么他的身后意义是什么呢 所有的成就 所有的结果 都是追求的 所以你们家的孩子啊 你操心 成绩不好 实际反过来呢 孩子成绩为什么不好呢 他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没有强力的愿望和追求 对不对 如果是孩子内心有强力的愿望和追求 说我一定要看环境第一 我一定要考全校第一 你不用管了 对吧 怕什么写作业呀 听课呀 全部都解决了 说我们这些也一样 我们如果没有追求 你就会漫无目的 反正整天就过嘛 过一天 少一天 这个又开始拿到手了 花光了 下个月又开工资了 就是这样 你一定要有个强力的方向感 有目标感 说我究竟要 干的什么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追求啊 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这里我跟大家说呀 追求的伟大 就会成就的伟大 追求的强力 进步就会速度快 进步就会不知道 所以说今天会后呢 大家回去想一想 你们最好能确定一个 属于自己的好的追求 这就是发心 这追求呢 没关系 比如举个例子 我一定要把我孩子教育好 所以也是一个强力的追求 对不对 我一定要把我的家庭也好 我一定要做个好母亲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追求 这些追求呢 对社会 对他人 都有好处 我自己的体会是 一旦定下这个追求 就要写在本质上 要刻在心里 董老师前些日又开始追求了 说我要在网上啊 讲《易经》 我要从第一讲开始讲 我要讲五百讲 你想想啊 这个难度相当大 因为这个《易经》 我去录一下 一个小时 然后把它剪辑好 推上去又两三个小时 弄一讲 要四个小时左右时间 那么五百讲 你说多少小时啊 对不对 不是一年能办成了 两三年才能够把它搞定 所以说呢 你有了这个追求 向这个追求去努力 一定是好的 那董老师为什么说这个也不赚钱 还要费这个力气 对不对 而且听的人也也不多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国家传统文化 博大精神 我跟你讲 百分之九十多的人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不懂的 说人家都不懂 那我学的多一点 我就把这个东西传统下去 对不对 要把老祖宗好的文化 你要一点一点的 记上下去 说大家呢 你要能听懂我的话 就回去我就有个想法 我要干点什么事 对不对 就除了工作上 工作上当地 你也可以说我工作 我要干得更好一点 也可以 但是我们的追求是很多的 多元的 说我当个好妈妈 是不是追求啊 我当个好妻子 是不是追求啊 都是追求的 我们家里要好好经营 我们的孩子要培养好 这对社会 对自己都有好处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自律 什么是自律啊 就是自己严格教教自己 不用人家说 我们的孩子 包括我的外甥啊 他当年还小 之所以让我们超新 就是他自己管不住自己 对不对 孩子自己管不住自己 就是自律差 那我们呢 我们有没有自律 这个事我一定要去办 那董老师举自己的例子 我写文章 我就是不管这么带忙 不管怎么身体怎么再不舒服 一天一篇文章一定要写 没有任何理由 没有任何借口 现在已经写了 一千三百七十多篇文章 对吧 没办法了 你就自己要求你自己 你不要求你自己 谁要求你啊 我的口号是 对自己 要严一点 对自己要狠一点 你不要觉得这是坏事啊 这是好事啊 对不对 人家做工作是赢家的事情 我做工作就要把工作做到机制去 效路 设备管理 设备维护 质量 对不对 工艺技术水平的改进 我全要走到赢家前面去 是吧 这是你自己要求的 自己要求的动力 还是强大的动力 所以说我给大家讲 我们的生活中 要干嘛呢 要不懈怠 不气馁 不泄气 不灰心 始终如意坚坚持 要求自己 要严格 对待自己 要苛刻 总愿意和自己过不去 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这是对自己 生命高度负责的一个表现 比如说跑步 像我们这个 云丽西方宝铺 我跑三天五天 实际上你想想啊 跑三天五天一点都不难 对吧 谁都可以做得到 可是你坚持几年跑下去 这就是个本事 很多事情 本身并不难 对吧 难就难得坚持 毛主席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做一件两件好事 并不难 难就难在一辈子做好事 是吧 所以说我们 要坚定一个东西 然后呢 要不管有多少困难 都要坚持走下去 我们永远都不停止自己的进步 那么这就要求我们什么呢 我们要有强大的定力 顽强的毅力 你比如说我们每天坚持写日记 难吗不难 对吧 如果你坚持每天写的话 那就真的啊 你现在觉得说我已经写一年了 没什么感觉 如果你已经坚持写十年日记了 你马上就觉得特别好 为什么 你放开十年以前的日记 那个时候 实验是那样 环境是那样的 我对生活理解是那样的 十年以后完全不一样了 对不对 就好多事情都在于坚持 再比如说 像我们小曹也好 张开宏也好 你们都是生产不干 对吧 我要坚持把我的生产工作的方法 实际经营体会要坚持写下来 如果说你坚持写下来 我写了三十万我的工作体验 我的工作的这个方法发现的东西 完全可以整理出来成为新子宫的教材 对吧 那这就是一个什么 我由原来一个简单工作就变成了 我能给企业提供精神财富 和精神财产的一个子宫 那马上就升级了 是吧 你说董老师 我和你们一样 我到宁波来的时候 我不就是一个普通打工的吗 是吧 但是善于监制 善于总结 好多东西就变成了一种东西留在这里了 我最自豪的 你现在就到博会去看 我在博会做了十一年多的党经工作 我离开现在已经五年了 但是博会现在党经历所有的套路 还是懂到那个套路 他想改的很难改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水平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你们记得本上 拿走的都不是价值 留下的才是价值 对不对 我在康强做了十几年 二十几年 我肯定有照须要离开这个公司的 对吧 离开这个公司 人家说 哎呦 这个人离开公司 这真的太可惜了 这个人真的给我们公司做很多好事 以后同事见到你们了 说我们已经离开好多年了 这见到人还很亲 哎呀这个董老师你这么多年干嘛去了 他亲得不得了 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去 好好的去努力 所以说阳哥自律啊 就是自己对自己 非常负责 第三个我想谈谈学习 学习是我们一个本能 不要说人 动物也在学习 那么我们学习啊 我自己的体会是什么 记得本能是 是自我完善 自我完美的一个过程 如果你这样一思考 说学习啊 是自我完善 自我完美的一个过程 我们的老祖宗说了 三言行必有我识 见闲时其 见不闲时过 看到好的 我们先好的学习 看到不好的 言语未见 我们通过学习 我们完美之极 完善之极 这样呢 那我们就知道 处处可以学习 事事可以学习 时时可以学习 学习伴随我们的一生 那么实际上看 学习能力很强的人 困难就少 人家有困难这么多 他困难怎么这么少 学习强的人困难就少 学习能力强的人 智慧就多 有智慧 什么是智慧啊 智慧不是聪明 聪明是什么 聪明是爹妈给的 哎呦说这个 爹妈给我造就这个人 很聪明 对不对 一学就会 一点就多 这是聪明 什么是智慧啊 智慧是后天形成的特定的经验 这个经验的好处是什么呢 要我们能够正确的选择 正确的辨别 正确的坚持 最可怕的啊 辨别错了 最可怕的选择错了 最可怕的坚持错了 你该坚持的不坚持 不该坚持坚持的 也就是不智慧的 说我们女孩子 就是女人 我最大的是为什么呢 就是找一个好男人嫁给他 当然我是好像也不是 特别八高 说对 我这个人一定要嫁给马云 那也不一定的啊 但最起码我选这个人呢 他是适合我的 他对我是忠心的 对不对 对家庭是负责的 最起码的 如果说一个女人 选了一个错误的男人 那一辈子会倒霉 是吧 那么比如举个例子 我们已经成家了 那么磕磕磕磕磕的 免不了 这个舌头会牙牙 总是要打架 对不对 你说董老师 我觉得我不错了 我觉得我妻子也不错 你说我们两个人 一辈子没争吵吗 有啊 对不对 没有说闹不愉快 也有啊 对不对 你争吵了 闹不愉快了 难道你就离婚吗 对不对 我说了 用离婚来解决婚姻问题 是个最笨的办法 解决不了婚姻问题的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去思考 又去检讨 我和我妻子之间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我怎么去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说我去 我去把这个问题计划 或者把这个问题呢 把它逃避掉 没办法 对不对 一定要去解决 那怎么解决 我跟你们高招 包括对孩子也是一样 一 不能只盯着对方的缺点看 我们往往喜欢盯着对方的缺点看 啊 这么什么样 每天说他的缺点说 你孩子学习不好 孩子学习不好 可是孩子学习不好 有可能什么呢 他动手能力强 对不对 越于煮饭 那你可能这样成了一个非常好的 出事也不一定啊 对不对 那书本不行 别的可能行 我们不能专门认识这个缺点看 这是一意义 第二呢 我们善于去利用对方的优点 你懂吧 如果说对方有很多优点 你不利用 而且每天抓到一个缺点看 你这是不智慧的 所以我们通过学习啊 我们要去获得智慧 要去正确的看待处理 选择 比如说人家骂我 那人家骂我 我一定就骂过去吗 对不对 不一定的 没有必要的 我以我自己现在的理由说 我的房子呢 五月份装好了 东河花园啊 我跟我夫妻 我跟我老婆两个人 就是二十装修啊 这房子呢 我们两个住得很舒服的啊 我们家邻居呢 就说我吵他 怎么弄都是我吵他 就每天烦得不得了 我跟我老婆说 我说这 算了啊 既然他现在 水面质量这么不好 我们怎么弄 都是我们吵他 我们干脆就租个房子 搬出去住 你想想啊 如果有人想不开的话 我干嘛要搬出去啊 对不对 我自己的房子 你要来找我 那我就跟你干 对不对 我就不怕你啊 你打我一下 我就打你两一下 我说咱不去 做这件事情 没必要的 为什么 我没时间 没精力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老实话 我出去住个房子 不就是多花几个钱吗 是吧 我把这个心思花在 赚更多钱上 我不是去花他去 去跟他去吵架 我不会更开心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 你去 这件事情做的 对你来说 没有一个价值 一定不要去做 那么在生活中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给你们提出几个要求啊 你们既然是路长 身经人老 一定给你提几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 男女之间的关系 是最复杂的 尤其是男女同事之间的关系 最复杂的 对不对 这个事情一定要把握好 千万不能出事情啊 中国人讲了 兔子不吃窝边炒 对不对 所以我这个自己在外面打工 我是个男人 我对女性有需求 这很正常的 但是兔子不吃窝边炒 对不对 我周围的女人 我不会去动她 为什么 一定会出麻烦事的 对不对 你别笑啊 别笑 对吧 一定会出麻烦事的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事情做了以后 你会有很多很多的麻烦事 一堆结来后面去 这是第一条 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特别小心 第二件事 记得你的心上 绝对不要去欺负老师人 这个人打他一棒子都放不出一个屁来 好 我就专找这个远世的你 我跟你说 你最终一定会倒霉 就像我们福建近江这个人 是近江吗 欧什么钟呢 他病人欺负这永恶人了 对不对 好了我跟你玩命了 对吧 把他们家杀死两个弄伤伤 那家负瘀网了 对不对 现在死了两个人 白死了 他自己自杀了 伤的人住在医院里面 亲自 他自杀了 家穷一不得了 怎么给他拿钱啊 对不对 所以说我跟你说 越是老的人 我们越不要欺负他 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 遇到小人 我们古人有句话 要什么 要亲君子 人小人 比如说你跟董老师 董老师你觉得 董老师是个君子啊 你跟他干一家也没事 反正吧 众人就是这样 对不对 但是那小人呢 千万不能得罪他 是吧 得罪他呢 他可能是根根一怀 要跟你干一辈子的 他想办法 要跟你去搞 所以我们呢 要具有 巨大的余 学术智慧 这是我讲的 第三个学习 第四个将改变 时代在变 社会在变 人心在变 我们的生活环境在变 我们自己也在变 对吧 那么我们一定要去 设法去掌握这个变 我们呢 掌控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 大家记得本书 就争取让这个变 对自己更有利 争取这个变呢 使自己更好 如果说这个变对自己有利 当然是好事 比如说我们刚前 现在什么中美贸易竞争 然后呢 疫情 然后又中美贸易 这科技的争断 原来有一段时间 可能刚有一情出 这科技也很 可是突然间 这个变化好了 对不对 我们订单做得不得了 来不及做 这是变的 像自己有利的方式变 有的时候呢 你自己掌控不了 不能达到这一线 就是越变对你越不好 对吧 有一个原则 我让自己变好 环境坏了 我没办法 对不对 掌控不了 可是我自己变好 掌握我自己思想 对不对 那怎么叫变好 我要讲一下 我们变好 有这么几条 第一条 内心更善良 我再穷 我再苦 对不对 我也不会做 那个伤天害理的事 第二呢 工作更努力 第三呢 做事更认真 第四呢 为人更踏实 水平能力更强 解决问题的办法更多 大家知道 董老师在研究《易经》啊 它是中国最丰厚的文化 《易经》中有这样一句话 智天幼之 极无不利 这几个字不好写 我会到时候把这个讲稿 发到群里去 智天幼之 极无不利 什么意思 老天爷保佑的人 人生慢慢遇到的都是好事 老天爷保佑你 对不对 你慢慢遇到的都是好事 像我自己又在拿我自己的例子了 2008年 我老爸退年生了症病 然后这个病呢 医院没给治好 本来是个癌症 小手术 他们说是小手术 子宫癌 子宫癌掉了 就没事了 但这个手术没做好 导致派生的东西就出来了 进到中生健康室 待了18天 好多人就说你不要救他了 就跟我说啊 你不要救了 这个人没用了 你救他个门啊 我说不行 这是我的老婆啊 对不对 我就是鸡肺蛋打 家破英雄也必须要救他 这是我当时兼兵不渝的 一点没有怀疑 后来我就跟我女儿上来 我说这爸爸现在确实走得不路了 我们就有这样一个打算 房子卖掉 那时候房子刚刚买啊 房子所有的贷款都荒广的啊 房子卖掉 我说我可能因为你妈的事 切切经历啊 工作也保不住了 我女儿说那可以啊 对不对 我听你的 你看老天运气挺好的啊 我房子也没卖掉 那么我工作也没丢 老婆呢 最终从重症监护子里出来 从重症监护子里出来的人 比例很低的 大约30%能出来 70%都出不来了 那么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 我们和原来的医院 打不打关事 是吧 真的是明显的医疗事故啊 后来我老婆 因为我老婆是学医的 他说这 从我的角度来说呢 医生给我们治病 他们有一个想法 一定要给你治坏 对吧 他的初心 一定可以想给你治好 但是呢 这个没治好的原因很多 说我们就算了 不要去计较了 说我们跟医生就 没打关事 没打关事以后呢 那医生就很感谢 就跟我老婆说一句话 说你这个病呢 千万不要去放疗 就是化疗就好了啊 不要去放疗 我跟我老婆说 我们已经上他一次当了 对不对 我们已经上他一次当了啊 我们还挺不挺的在话 我说咱们要多动个脑筋 就多问几家医院啊 看看怎么治不也好 我说我们问三家医院 看三家医院怎么说 三家医院呢 大家都说这个病最好是放疗 我查这两人放疗也最好 那就放疗去吧 结果一放疗就很糟糕了 就是 现在这个机关放疗 过去找剂量不好啊 就是那个剂量太大了 把我老婆的肠里造坏了 我们正常人的小肠是六米 他造坏以后呢 就肠子起掉 就剩一米五了 就肠子剩一米五了 说他吃什么都拉肚子的 吃什么都拉肚子的 所以说我们就是一件倒霉的事 结束一件倒霉事 就像抓奖又抓不来的 是吧 但是你现在你看 有时候你会看到我的朋友圈啊 我给我老婆拍的照片 我老婆开开心心的 我老婆挺漂亮的啊 应该说现在看也像一个美女啊 我一跟他拍照片的精神状态也挺好的 他有时候我想不开 包括跟邻居闹他想不开 我就跟他说 你都是死过的人了 对不对 现在家里多活了十四年 你还有什么想不开的 而且你要去想啊 我出去租房子 我还有这个条件 六十岁的人有很多人 没就吃饭了就打麻将了 对不对 我现在六十岁 我伺候这么需要我 到处讲课 有的把牌都排不上去的 我说我们一定要看得远 不要看得那么小 这我给你们讲的就是 自天幼稚即无故意 那么老天宜保佑什么样的人呢 老天宜保佑那种好人 你不要觉得好人吃亏啊 好人不吃亏 所以我们一定要心地要好 不能去害任何人 害人者必害人 这是我给你们讲的 这个关于改变啊 我们要变得更好 变得更美 对不对 我们这个美的内心 比如说我原来对婆婆 不理解 对不对 老太婆 烦死了 对吧 那我就换一个 她是我老公的妈妈 她是我孩子的奶奶 她再错 能错到哪里去啊 对不对 你这样一想呢 马上就什么问题就打通了 原来对这个婆婆 有很坏的想法就没有了 你坏想法也没有了 这样而言 家庭矛盾就减少了 因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意都变了 心一变 什么都会变 你知道吧 你比如说 我就跟我女儿说 我说你千万不要当你儿人面说她奶奶不好 她有的时候 我女儿说她不会当她这个她儿人面说她奶奶不好 因为这个孩子是奶奶带来的嘛 公开会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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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肯定年轻人会抱怨 我这个小孙子当时就反驳的 我娘肚子怎么不好吃了 我娘肚子挺好吃啊 我跟你说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 要学会 娘自己变得更善良 更好 更能够理解别人 更愿意尊重别人 更愿意体系别人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 最后谈谈平安 我说追求成功并不算错 但是不够智慧 我六十岁了 成功 这个东西是没底的 而且是不好衡量 有人有钱就成功吗 也未必 对吧 你说没钱就不成功吗 也未必 那么成功是外在的假象 是人生的一个伪命题 什么是成功 从字面上看 是诚之于功 我们主要是要做好什么呢 人生的投入 人生的努力 人生的付出 不要想着一夜暴富 不要想着一夜成名 人具有智慧了 就清醒了 就豁达了 平安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什么是平安 我说几个你们记得本事 内心 平安主要的内心 始终要祥和 宁静 充盈 不空虚 对吧 空虚的人他就不平安 空虚 没事情好做 那么如果不宁静 他心慌 交解 纠结 要祥和 宁静充盈 那么 和家人 和亲人 和友人 要相亲相爱 过的日子 要无怨无悔 要能够接纳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 人家老公赚了很多钱 对不对 我老公没赚钱 那要接纳 你没办法 你逼他 他也做不来 你要抢银行吗 是吧 不现实 我们要接纳 对吧 那么 只要我们尽力了 只要对家有责任感 只要他还是维护这个家 那我们要去接纳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内心的这种 扩大 大度 祥和 是很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 我们在平安过程中 我刚才讲 一个要躲避坏人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要 信守那个法律底线 一定要 记在本质上 比如像康强这样的行业 因为是一个 我现在估计 一例啊 就是我们这个行业 是 今年是不错的 明年不错的 我估计就是 一直到 2025年 2025年 都是好的 就是 我们要遭阳期 我第一次给你们讲课 未来十年 黄金期啊 十年不敢说 到2025年 这个行业都是好的 这一 第二呢 行业一好 积累的钱就多 竞争都积累 对吧 然后呢 就会成为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挖人 人少 就会找商业秘密 就是 你在这工厂干 有什么秘密跟我讲啊 就会有很多的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 去什么 把握住自己 举个例子 像那个英王 带着这个例子吧 就在我们隔壁啊 从德国买的这套技术 这个技术经理呢 项目经理呢 就负责这个技术消化 他就这个东西好的 对不对 他就做了两手准备 一手嘛 在工厂的消化 一手嘛 自己在家里做产品 大家都是这个例子吧 叛清了啊 我在说我们自己那个 柏维 你们知道吧 不知道啊 我们柏维不是做这个黄铜棒 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公司嘛 富春江有个老板投了钱 想做黄铜棒那个产品 觉得有利可图啊 对不对 那他有利可图 他首先解决人的问题 没人不行 没人怎么能把他们做出来啊 那他就盯上了啊 这个柏维的人 能不能挖住几个来 结果呢 这个人我跟他还挺熟的啊 他叫翁立斌 大约年纪比我少四岁 是福建人 在柏维的工作时间 比我长 他大概超过十五年了啊 那么他是黄铜棒车间 黄铜棒不是车间 是黄铜棒的制造总监 就整个黄铜棒制造都他负责啊 那么他对这个黄铜棒的生产工艺啊 相关技术都很掌握的 很熟悉的 然后呢 这个自己的那帮人呢 维护得很好 你看我跳了几支槽 有利会有一个选择 我跳槽绝不会带人来的 为什么 这是我的底线啊 我不会说的 我到了新公司 我把老子打公司的人 我是不会做这事的啊 那他呢就是 反正让我去 我就去了 结果去了他故事难民啊 对不对 一个人顶不了事啊 那么他就跟那个老板说 说我这不行 最好再弄多弄啊 他那你来弄啊 对不对 越多越好 结果呢 博卫有16个人 像团队一样跑过去了 16个人啊 其中有6个是核心技术人员 就是车间一线的技术主管 设备主管 这些人我都认识了 什么黄格华呀 什么廖学华呀 什么什么王继军 我都认识了 王继军是管技术的 黄格华是管设备的 那个小廖也是管 管质量的 这帮的人就去了 去了呢 就觉得 那我们再不会那么长时间了 对不对 我们的工艺文件都有的 对吧 什么工艺布局啊 什么设备权都有的 那我们还弄得干嘛 这多粗方便呢 对吧 事情就这样 人也去了 技术东西也去了 你想想 不过这个企业 他也不是傻瓜 对不对 16个人 他就本身就 就觉得是个不正常的现象 那他肯定 他就是 要盯着这个事儿啊 看这个事儿 像什么方面发现 然后就像这个 好像 我们这个研究竞争方面 就罢了 那竞争部门到复杨去 马上就封电脑 人就扣住 对不对 限制你自由啊 你就不要动 电脑资料全拿过来 一看 电脑资料全是不外了 我们这个王立斌呢 不是工厂的骨干 也是主管 然后呢 老板也对他不错 给他30万股 30万股 他们已经解极了 就是 并说300万钱 就是 从股市里拿了300万钱 这就能老板给他的钱 对不对 30万股 300万钱 就买了那个 我们 南部商务局 比较好的房子 是吧 江河曼里 在江河曼里买了大平成 那结果现在啊 被判了 四年零两个月的徒刑 然后呢 这个 除了赔偿业金的损失以外 还罚金罚了 30万人民币 那才一辈子就毁了 对不对 你说 我60岁 他50岁 他做了四年 做了四年监狱 出来 55岁了 哪个用他啊 没用他 对不对 你说这个行业不大 谁都知道 出这么大的事儿 对吧 监狱中国 而且现在一般都是被警调查的 对吧 被警调查 说得出卖商业情报 被判了四年半 谁用他了 谁用他了 我说以后他再出来 顶多到一个公司去 给人家打扎金 开个门 所以打听开门 是不是有人敢用他也不好说了 所以人千万不要去走错路 走错路就麻烦了 我今天就是口口呼吸跟你们说 希望能够对你们有帮助 对吧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那天我跟云灵说了 我们既然说是做党的工作 一 我们要对党员搞得负责 第二 我们要求路党同志搞得负责 让他们走正道 让他们平安 如果说我们有某个人出事儿了 一说是抗抢党员 我们脸往哪放啊 对不对 要对路党让人出事儿了 那我们也内心不安哪 是吧 所以说我们再站一个前提一下 要跟你们讲 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 因为这个社会太复杂了 对不对 你搞不好的话 有一次诱惑 有一次压力 像这王立民那种王女士诱惑的 他生活这么好 对不对 他就做这个事儿 王女士诱惑了 觉得要赚更多多钱 你干嘛不为了这么好的条件 这么好的工资 对吧 这么好的生活条件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两个孩子 就这两个孩子也被人包袱了 就说我爸爸被研鱼去了 我讲这么多 我